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古时候丰州城西柳镇 城北有户张姓仁家 户主张凯年近四旬 是当地有名的商人 年轻时 张凯一穷二白 可他人穷至尖 靠着聪明的头脑 再加上贵人相助 最终他辛苦奋斗数十年 终于翻身成为有钱人 让家人过上富贵生活 尽管张凯发达了 可他不忘初心 在生活上相当节约 对人真诚 从不嫌弃穷人 而且他经常帮助穷苦之人 更是出名的大孝子 张凯年幼时 父亲病逝 从此和母亲罗氏相依为命 虽说母亲乃弱女子 可他为了儿子 吃尽苦头 付出了诸多心酸 好在儿子争气 对于罗氏而言 他总算是苦尽甘来 其实在张凯的奋斗生涯中 有一个女子给了他莫大的帮助 若不是此人 张凯也不会飞黄腾达 此人正是夫人王雅丽 话说王雅丽长得貌美如花 而且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提到雅丽的父亲王龙 镇上大多数人都知道 因为王龙做豆腐的手艺了得 而且他的豆腐供不应求 靠着卖豆腐 王龙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虽说没有万贯家财 但至少强过不少人 本来王龙打算将女儿许配给丈夫上 可王雅丽心有所属 原来张凯进城打拼后 他经常去王老汉摊位卖豆腐 而王雅丽每天帮父亲收钱 一来二去 二人混熟了 老话说日久生情 半年后王雅丽心动了 在他眼里 张凯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男子 而且品行不错 正是他心目中的如意郎君 后来王老汉得知女儿和张凯情投一合 再加上他非常看好张凯 所以他和夫人马氏商量后 索性和张家定亲 很快 张凯娶了王雅丽为妻 从此夫妻同心 一起打拼 这期间 张凯先后有两次险些破产 皆是王氏娘家人鼎力相助 这才把张凯度过危机 话说张凯乃知恩图报之人 他时刻惦记着王家人的温然 当他发财后 对王家人是格外关心 记得那年 王氏刚怀有身孕不久 王龙夫妇先后患病 张凯放下生意 一心为二老治病 可惜王龙身子太差 扛了半年便撒手人寰 或许是太伤心 正在治疗中的马氏 由于私夫心切 导致病情加重 最终瘫痪卧床 接连的打击 并没有下退张凯 张凯一边做生意 一边照顾妻儿和岳母 话说马氏卧床三年 这期间张凯和夫人轮流照顾 未曾有过半点怨言 一晃三年过去了 在女儿张小玉三岁时 岳母病逝 张凯在岳母坟前发誓 定会好好疼爱夫人 虽说是誓言 可张凯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 他说到做到了 记得有年清明 张凯夫妇进山祭拜 二人归来途中 他们在路边一处草地上 意外发现一个女乞丐晕倒在地 看着乞丐六七岁 穿着破烂不堪 张凯夫妇心疼不已 当时二人商量一番后 决定收养乞丐 从此 他们多了一个女儿 原来养女叫宋梅 半年家中失火 父母接葬生火海 举目无亲的宋梅 小小年纪就只能四处乞讨 好在运气不错 让宋梅遇到好心的张凯夫妇 这才让她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宋梅来到张家后 她曾主动提出改姓 不过被张凯拒绝 在张凯看来 不管宋梅改不改姓 张家人依然会善待她 尽管宋梅是养女 可张凯父母一直将她视为亲生女儿 而且张小玉和宋梅关系要好 从未闹过矛盾 不知不觉又过去十年 两个女儿皆长大成人 个个长得如花似月 记得有年夏天 一家人去郊外踏青 没想到张凯在河边 救下一只被鱼网缠住的白狐 还将白狐带回家疗伤 可他们不知 这只白狐颇有来头 它竟是修行百年的狐妖 话说白狐离开张家半年后 张凯的母亲罗氏病了 短短三日 罗氏病入膏肓 想着母亲辛苦一辈子 如今好不容易享福 可母亲却突患重病 性命危在旦夕 为了给母亲治病 张凯夫妇到处寻医 尽管他们请了不少郎中 罗氏吃了不少药 可母亲的病情不但没稳定 反而愈发严重 就在此时 白狐来了 那晚 白狐跳窗来到张凯的房间 看了一眼张凯 白狐口吐人言 恩公 当日你救了我一命 如今我来报恩 虽然我有能力救恩人之母 可那要耗费我毕生修为 这代价实在太大 很快 张凯听出狐妖的心思 他赶紧问道 只要你能救我母亲 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 恩公说话算数 张凯点了点头 白狐有一片刻 随即说道 我想娶你女儿 听狐妖说完 张凯一愣 可他最终还是答应了 带白狐离去后 张凯陷入沉思 到底将哪个女儿 嫁给白狐 话说每个人都有私心 张凯也不例外 向这人妖说土 岂能共处 思来想去 他决定将羊女许配给狐妖 次日 他将两个女儿赶到跟前 说出狐妖娶亲一事 哪知张小玉抢先说道 爹爹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如今奶奶病危 我理应站出来 再说妹妹尚小 我嫁 张小玉刚说完 宋梅拒绝 她愿意嫁给狐妖 来报答张家人的恩情 就在两个女儿 争执不休时 狐妖又来了 她笑着说道 恭喜恩人 有两个如此孝顺的女儿 其实我只是 故意试探而已 放心 我定会救人 后来狐妖耗费毕生修为 救了罗氏 可是她一夜之间白了头 为报答狐妖的恩情 张凯让两个女儿 抓纠嫁狐妖 最终张小玉家狐妖为妻 从此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